秋天有时候天色容易阴阴暗暗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情绪气象图 尤其在这个时候记录下来 每天记录就可以知道自己受什么影响了 因为就从中秋到霜时间 每年这段时间其实你们特别紧张 对 这段期间其实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健康诊所做心理智商 那真的会明显的感觉到气候交替的时候 真的病人跟当事人会变多很多 像光今天我大概就至少有三个以上 是季节性的 那像季节性的他们有时候会形容 像也有人会告诉我说 他很像进入心情的雨季 然后每天都会很想睡 不想起来 然后就会嗜睡 然后另外一个就会觉得很疲累 没有劲 想吃甜食 然后不想跟别人互动 但也有人下的是比较大的瀑布的雨 他那时候就会觉得他会很冲动 很想买东西 或者是他会很想搬东西 把东西搬来搬去 那也有人会像刚刚我说的龙卷风 他会坐不住 然后半夜他会一直滑手机 半夜不睡觉 然后滑手机去看朋友的FB 然后看到他们FB上面写一大堆讯息 看不顺眼 就会跟他们争吵 那我自己观察 就是我发现季节性忧郁 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不能说全部 但是就是我觉得年轻的女性跟年长者 比较容易有季节性的忧郁 是我自己比较常遇到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这一阵子还包括了除了疫情之外 两岸之间的这种感觉一触及 对 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 其实年长者他们会很担心 睡不着 他们会怕发生战争 好 所以这个 会有些担忧 接下来这张图就非常有名了 盛梅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拉开了毛巾 我研究了半天 我想说是不是在泡温泉 秋冬了 是不是有效 泡温泉为什么这样子有个光在照 你会这样吗 对 而且这边是一群小朋友 孔一世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一张很有名的图 一个益智节目的考题 这题我有答对 那这个地点是在北冰洋的白海 西伯利亚可拉半岛上的 当时苏联的大城市叫做莫曼斯科 那边因为冬天的时候叫做永夜 24小时都是夜晚照不到太阳 所以他们必须给小朋友 照这个紫外线 phototherapy这种光疗法 帮助他们合成维他命D 所以他们才可以快高长大 那除了长高之外 对于心情我们今天在提到 情绪上面有什么影响 最近除了发现这个维他维生素D 对这个骨骼合成有帮助之外 那对免疫系统还有对心情也有影响 几乎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维生素成分 很重要的角色不只是骨头 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 我们的抵抗力还有我们的心情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人进行光和作用 心情上会比较好 你是不是有职制到北欧那边去 情况怎么样 我表科的儿子 那这个儿子基本上是个学霸 他就念物理系 然后念完硕士之后到瑞典去念博士 然后他回来之后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是说 通常他们在那边平常就是工读这个功课 然后到了冬天 大家也知道在瑞典冬天非常寒冷 日照时间非常短 甚至你根本看不到阳光 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慢慢慢慢不自觉的 他不开口讲话了 因为他没有这种 而且应该他二十几岁 对对 他在我们家族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生 而且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说他慢慢就不太开口讲话 然后到在课堂上之后 通常会跟同学会交流 慢慢的他就是发呆 发呆之后也因为可能是晒不到太阳 作息开始颠倒 就是有点就是晚上会睡不着 白天又起不来 后来是他的一个同学 瑞典同学提醒他说 你严重了 严重了 你有冬季忧郁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到了冬天 他们是看 就像刚刚老师讲 看不到阳光 他说你非常严重 他说怎么办 你赶快去看医生 后来他干脆买一张机票 回来台湾 因为你回到你生活的地方 然后晒晒太阳 其实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因为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他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晒到太阳 没有晒到太阳之后 他有好几天 将近一个礼拜是没有开口讲话 所以后来才发现越来越严重 好险 回来晒了太阳 所以那个机票也是值得的 值得 终于吃药治疗来得好 有没有可能也是压力太大 刻意的压力大 所以你回来释放一下压力 两三天然后再回去读书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我知道我要多补充低 然后可能就是要注意 自己不要情绪再掉到谷底去 所以人是需要行光和作用的 在台湾虽然说秋冬好像会比较凉 有时候有点阴雨 但是还不错 有时候还是阳光普照的 哪一些人要特别注意 要出去晒太阳吗 就是你这种人 整天白天都在工作 重要是女生 不是不是因为很多的女生 台湾就是要美白 所以出去她一定会包紧紧 但是没办法 还有另外就是一些轮班人 现在有很多人 他为了多赚点 他会包小夜 他会包大夜 白天他能干嘛 他只能过去睡觉 所以我才说是因为 现在的工作的模式 还有现在的审美观念 造成大家其实现在人 其实大家都在远离阳光 所以当然需要这种光和作用 有一种是恶性循环 心情不好所以不想出门 又不出门又心情更差 对 他有一些是残疾 老肉残疾 他家没有电梯 他根本下不来 要晒太阳只有在卧室 和客厅边窗户旁边晒 那那个够吗 窗户旁边 对 那时间就比较短暂 因为确实有很多长辈是这样 一来长辈不喜欢出门 然后二来有的时候 行动不变之后 他怕会跌倒 或者已经是坐轮椅 他也不太出门的 这个是不是你们会担心 可能还会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都跟人家讲说 尽量要对自己的太太好一点 等于将来不能斗 他至少会推你出去 晒太阳 推你出去晒一下太阳 其实那个阳光 对我们人体的帮忙是很多 常常讲 你阳光照得多 你就会变成两多一勺 哪两多一勺 其实跟我们 一直在讲人体的光耗作用 对我来讲 这就是三个极数的生成 血清素 退黑激素跟维他命D 阳光只要多 维他命D就多 血清素就多 你的退黑激素就少 血清素是跟心情有关 跟心情有关的 退黑激素是跟我们睡觉有关 睡眠有关 当你到秋冬的时候 就变成量少一多 因为日照一下来 第一马上下来 血清素马上下来 可是退黑激素马上就增加 所以秋冬会忧郁症 其实有个原因就是因为 你去量量看 你在夏天去量人的血清基数 跟你在秋冬去量 一定是夏天比较低 那个夏天会比较 夏天的那个血清基数会比较高 秋冬的会比较低 可是秋冬的退黑激素 一定会比较高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秋冬比较好睡觉 对 就是因为你的退黑激素 你的退黑激素就是会比较高 可是你知道吗 当他真的比较高的时候 他就有点压制你的情绪 他会让你抗荡 所以你就会有点忧郁的感觉 所以我才讲说 人体的功劳在秋冬真的很重要 你不要太久没晒阳光 问题除了维他命低外 还有很多的基础 都跟你的健康很有关系 差非常非常多 还好我是很爱晒太阳的 我还会拉手机 我还拉手机 对 拉手机 跑跑跳跳晒太阳 原来这么重要 而且刚提到 跟我们的睡眠太有关系了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之前 有去上过一个光疗的课程 那我就会发现说 像我自己一定会晒一点太阳 所以在光疗的课程当中 就会发现有些时候 如果像刚刚大家说的 有一些没有办法出门的人 那也许他可以 透过一些光照的方法 可以帮助他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很进步 就是现在的科技还蛮进步 没有像刚刚那样 也不用脱衣服 就有一个机器 但眼睛不能直视他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的事情 那就可以光照 如果真的没办法出门的话 可以透过一些光照的辅助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台湾我是个人觉得不缺太阳 不缺阳光 所以我比较鼓励当事人 出去晒太阳跟做运动 那有些时候像这边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睡眠 选择不一样的照光的时间 就比如说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的话 不易入睡的话 你早上可以晒一下太阳 但如果你是属于太早就会醒来 傍晚可以晒一下太阳 为什么呢 为什么晚上失眠的人要早上晒 然后太早醒来人要傍晚晒 那这个的话就像刚刚那个张医师说的 会跟他的生理的因素有关 那你在这样的做一个调节的话 会有帮助 那像直大夜班的话 因为白天睡 所以最好把光把它那个调节一下那样子 所以直大夜班的人 白天就要戴着墨镜 然后把房间的这个窗帘 尤其是遮光的窗帘拉起来让自己可以安稳睡觉 这一张口音师补充 因为这个日光就是调节 借着那个吞黑激素来调节你的睡跟醒的周期 对 那因为你已经包了小夜 你已经包了大夜 你必须在那个时候睡的话 我们只好用人工去调整 就假装白天是黑夜 黑是白天 利用这个环境 还有你的这个照光的方式 那前面这两个呢 通常是说如果你早上晒太阳 然后进入夜间的时候 那个夜晚会 会帮助你的吞黑激素生成 吞黑激素生成到你睡早 是要一个一段时间 不是立刻睡早 所以入夜之后我们会先活动一下 活动隔四五个小时 然后才想要睡觉 是 所以早上晒太阳 然后累积那个吞黑激素时间够了 差不多四五个小时的时候 你就可以早睡早起 因为像那个太早醒来这件事情 我们都来讲说 吞黑激素什么时候浓度会最高 大概是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你入睡的时候会到一个高度 可是你越睡越深的时候 吞黑激素是慢慢在往上 到天亮的时候又慢慢在往下 所以太早醒来的人 通常都是吞黑激素 没办法上到最高的时候 那为什么叫你傍晚晒太阳 因为我不可能叫你整天不晒太阳 可是傍晚去晒太阳的时候 那个光线亮度比较没有那么的强大 比较不会影响到你晚上退回激素的产生 所以你常常是那种像一些老人家 有没有 常常两三点跟你爬起来的人 我们就会说你去晒太阳 那就是傍晚去晒一下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而且这个时候也比较不会担心这个晒的频道 他常常老人班就已经够惨了还是晒 不过这可以帮助睡眠 好心情防止忧郁之外 前面这三个跟疾病有关 对 其实前面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秋冬 秋冬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一多两少 对 刚才那个退位激素跟血激素大家都讲过 我讲一下维他命D 维他命D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预防鼓手是大家都知道的 跟心血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跟高血压最有关系 高血压有一个除了那些什么血脂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动脉的收缩 可是维他命D刚好可以让你的动脉 那个肌肉去放松 所以低多的人基本上血压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 那代谢症候群是什么 代谢症候群大家都知道就是三高的问题 那维他命D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是当然知道有个东西叫做胰岛素阻抗 就是你的胰岛素变得比较不灵敏的 维他命D濃度高的人 他的胰岛素阻抗会被改善 就是他胰岛素可以回到正常人的功用 不用像那个糖尿病的人 我现在一单位的胰岛素 正常人可以降20单位的血糖 可是这些胰岛素阻抗的人 他的胰岛素变成只能降5只能降8 可是如果你维他命D濃度够的话 你的胰岛素会回到15 16的水准 当你糖尿病就会比较下降 那你就这样会降低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 所以秋冬还是多去晒一下太阳 晒太阳 有好处的 但是要小心不要被右边的蜜蜂咬 这蜜蜂也很可爱 笑咪咪的 广告之后我们来看 你看这张图的背景 是不是让你觉得心情特别好 因为它就是一个户外宽阔的景 不管是在山边或海边 瀑布边 你知道吗 它对于你在这些环境里面 做运动 散步 对你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